日本软体银行正式对外发表了人形机器人PEPPER 并且宣称这是第一个拥有人类情绪的机器人 希望有助解决日本高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软瑜社长孙正义亲口证实了 PEPPER将尾由台湾的鸿海集团代工制造 预计在明年2月上市 日本手机大厂软瑜推出这款名为PEPPER的人性化机器人 PEPPER高120公分体重28公斤 不仅会唱歌还可以跟人进行简单对话 借着人工智慧独取表情 还可以从音色推测主人现在的心情 还借着云端运算发展出自己的情绪 在东京门市的顾客 对跟机器人互动充满惊奇 机器人充电6小时后可以持续使用超过12小时 日本政府希望能用机器人来抵消劳动力下降趋势 以及帮老人居家照顾 松田本田等几家日本科技制造商 都正在全力发展机器人 机器人将尾由台湾电子大厂鸿海生产 明年2月在日本开卖 预估每台要价19.8万日元 新唐的电视国是新闻组编译